自俄罗斯去年2月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以来 美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了价值超过2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并将向基辅提供远程导弹作为上周宣布的价值 20亿美元的新伊兰则武器的一部分 自今年年初以来西方国家已承诺向乌克兰提供 数百辆坦克和装甲车已赋予其火力和机动性 已在今年晚些时候突破俄罗斯防线并夺回备战领土 美国新的一篮子武器预计将包括射程更远的导弹 这将使乌克兰有能力在其占领的乌克兰大陆 和克里米亚半岛部分地区的所有领土上打击俄罗斯的不极限 但是新武器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抵达 与此同时乌克兰面临着一支俄罗斯军队 其人力因莫斯科召集了数十万预备议员员而得到补充 俄罗斯继续向东顿巴斯地区的城镇派遣大量军队 数月来战斗一直集中在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省东部城市巴赫木特周围 俄罗斯一直试图包围该市 莫斯科还进一步向南发动了针对维勒达的进攻 维勒达是乌克兰控制的堡垒 位于东部和南部前线之间的战略交汇处 少一谷表示 目前在维勒达和阿尔杰莫夫斯克周围地区的军事行动取得了成功 他用的是被围困的巴赫木特镇的旧城 少一谷列出了俄罗斯最近解放的七个定居点 其中包括一月份被俄罗斯控制的盐矿镇索莱达尔 achsen明硬 唯一